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定位都搞得不清不楚吗 好 在中国说台海是内海 没有想到国民党国际部主任黄介正居然说 中国的说法没有违法 这不是明哲打脸朱立伦亲美爱台的口号吗 感觉起来就连美国都比国民党还爱台湾挺台湾 这个既巡逻机穿越台海之后 再派两种电子侦察机飞抵台海南端跟东海 摆明就是这边是我在为的感觉 所以中国带来的挑战我们来看 现在也在登场的北约峰会来讨论了 包括瑞典 芬兰 确定要加入北约一起来对抗俄罗斯 那么俄罗斯日前残忍轰炸了乌克兰的购物中心 没有想到这一回又再帮自己找理由了 说我们主要是要打弹药库 甚至不认为他们是屠杀 还说这一切都是乌克兰自导自演 为了要吸引北约的目光 这完全是俄罗斯的睁眼说瞎话 好 乌克兰现在在乌东也退到了周围高地来防守 等待西方武器的支援 九层楼高的大楼来做掩护 那现在英国也说俄罗斯现在已经撑不了多久了 派出六支的部队却只拿下了北顿内刺客 那现在普丁也在白俄罗斯这边部署飞弹 让白俄罗斯的总统又很嚣张的说 动用核武他们也要保卫国家 战况的进展如何呢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一起来做讨论 首先要欢迎节目来宾 民进党立委刘兆豪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被一烧奖于北辰 举今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领运会 举今好 大家好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张石刚 大家午安 财经专家杳慧珍 举今好 大家好 好 当然之前这个阿丁部长就被外界指引说 是落跑指挥官吗 那可以看到阿丁部长呢 今天笑说我还在这里不是吗 那等一下的防疫指挥会上面呢 就可以看到阿丁部长公开露面来公布7月的疫苗规划了 继续来关心人民 但是到底要不要来选台北市长呢 外传他已经跟太太有共事了 但呢 话锋一转又说 这个共事是相爱到老 但是阿丁部长最后讲了一句话 他说呢 时间到了 就会来跟大家报告 带你快来看 自称戒烟成功的卫福部长陈时中 出席肺癌防治活动 直言戒烟要长期抗战 但眼前的短期挑战 早让外界相当瞩目 戒烟难还是选举难 相对在短期里面选举比较难 在戒烟里面长期比较难 公开上准备好要选举的吗 没有 选举议题陈时中轻松带过 却也没松口 反倒是有意要选北市的 前交通部长林家龙 透露内部对比式民调 赢了陈时中16% 更表示如果推出的人选 仇恨直高 蓝衣操作弃保就比较容易 被外界解读 根本在鉴止陈时中 对于北市长提名究竟是谁 不只林家龙拿陈时中做比较 连国民党的蒋万安 也早把陈时中当成了假想敌 直言防疫指挥官 怎么可以落泡 我还在这里不是吗 我想大概这样子 每一个人都有人生的规划 那每一个阶段 都有应该对社会奉献的一个事情 自己给自己做好就好了 看所有对你未来的生涯规划 不过我太太一向跟我默契很好 那不过对于太太的各方面的建议 我也都会虚心的接受 所以两个人之间是有共识的吗 共识 我们的共识 有共识是相爱到老 选不选北市 陈时中打太极 态度暧昧 反倒耐人寻味 只不过距离选政 剩下不到半年时间 北市长这一局 绿营党内外 烟消未弥漫 下来说林凯君 马逊国人特别报道 好 今天上次讲 我们来看一下 阿丁部长有什么样的妙答呢 因为在稍后的 这个防疫记者会上面 大家又可以看到 阿丁部长的身影了 他也说他不是不参加 只是之后 重大政策 他会来出现宣布 那当然很多人就说 他是落跑市长吗 落跑部长吗 那阿丁部长也反驳 说虽然自己参选的车票 还没有买 但是自爆跟太太 已经有共识了 好 也让大家看到 这个阿丁部长 蛮幽默的一面 这个共识是什么呢 跟太太相爱到牢 但我们要请教一下 玉惠姐 因为现在很多人说 会不会民间的仇恨值比较高 但阿丁部长完全不担心说 其实喜欢我的人也蛮多的 重点来了 如果被提名 会有什么样的准备呢 阿丁部长说 还没有到的事情 时间到了就会报告 好 现在看起来 就差这个临门一脚 时间到了 到底时间在什么时候呢 其实我觉得 陈时中部长 跟前一阵子 我们听到民进党秘书长 林喜耀讲话 其实还蛮接近的 因为林喜耀在上一次的时候 外界也一直在公布说 这个台北市应该就是陈时中了 林喜耀秘书长 他就出来说 他就等到时机成熟 等到跟人选沟通完毕 那自然就会水到渠成 那跟阿丁部长刚刚所说的 其实是蛮类似的 那至于外界有批评 他说他是个落跑部长 我先给各位看 这是到五月底的 这个全球的超额死亡 我们把镜头拉近一点 我们台湾 你往下看 全世界的第一名 第一名是纽西兰 第二名就是我们台湾 第三名是列支敦斯顿 这个欧洲的一个小国 那我们在这个全世界的防疫 这是每百万人超额死亡的这部分 也就表示说台湾在防疫的部分 陈时中在过去的九百多天 他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他的防疫做得这么好 他怎么会是落跑呢 现在台湾的疫情也告一个 这个还算是已经慢慢缓和下来了 所以我觉得在疫情的部分 我觉得他可以说是处理的 是大家都满意的 他刚刚其实还讲到一点非常重要 他说喜欢他的人也不少 这也反映出来他的人格特质 你看在过去的九百多天 他在这个记者会上 你非常少看到他动怒的 只有大概有一次 他好像被记者问到有点毛了 他说那个有记者问到他 那他就说他说昨天那个是 这个他的这个孪生弟弟出来讲话 所以这个脾气有比较不好一点 他有回去检讨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这九百多天 这么绵密天天开记者会 你看到的是他的耐性 你看到的是他的稳定性 你看到的是他对于各种的责难 各种的挑战 各种的挑剔 他的那种稳 我觉得是他的那种耐性 是让人你可以看到一个政治人物的稳定 那所以你会觉得说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先看记者会吧 他今天出来了 好 我们稍后再来请教育会节 我们先来看一下指挥中心的记者会现场 好 我们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午安 谢谢大家参加我们今天的记者会 那我们今天记者会 是由我们陈指挥官来亲自主持 那出席的还有我们台大 李平英 李教授 还有我们社区防治组 张恩祥副组长以及医疗应变族的罗亦军副组长 以及我 那首先呢 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那我们在昨天的一个新增的一个 的病例数 那我们昨天本土的病例数是新增加的 十万两千一百一十二个 的人 那比起前一天来的少一些 那比起上一周 五万两千两百一十三个的话 那的确是有稳定的下降的一个趋势 那境外移入的病例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境外移入的有92位 那死亡的死亡的案例 增加了85位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罗部署长 大家好 那快速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中重症 227例 其中中症147例 中症80例 目前轻症无症状比例还是99.58% 那这个是大部分的这个死亡的个案 都还是有慢性病史 跟没有打满三剂的疫苗 那今天的85例的死亡个案 年龄是从90多岁到30多岁 那这个也是我们6月以来 这个死亡人数 最低的一次 单日的死亡人数 那30多岁的两位男性 都没有接种过COVID-19的疫苗 本身也都有癌症的慢性病史 那其中一位是在6月14号的时候 因为咳嗽流鼻水的关系 那有到医院就诊断为肺炎住院 那住院当中是不幸因为这个肺炎 合并呼吸衰竭 以及本身癌症共病的一个关系 在6月14号确诊之后 6月26号不幸过世 那另外有另外这位30多岁有癌症的男性 本身是在这个6月的时候 因为癌症的关系 住院接受这个安宁照护 那住院期间 那个因为就是有接触者 确诊的关系 所以他也接受裁剪 那检验新冠确诊 那在6月25号确诊的隔日 就不是因为癌症本身的这个恶化的关系 而过世 所以这个是有公病的两位 这个30多岁的男性 也都没有接种过COVID-19的疫苗 那我们今天没有儿童 或者是青少年的死亡 或者是中症的案例 另外利用今天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这个过去大概一个月 这个专责病房跟专责ICU收治人数的一个趋势 那可以看到最上面棕色这条线 是全国的专责病房收治的人数 那今天是首次降到6000人以下 我们先前大概最高点是落在这个 6月6号 全国的收治数是7592位 那经过这几周来 一路从7000多降到6000多 那这个礼拜 第一次看到说有降到6000床以下 这样的一个收治数 而且六区的这个收治人数 都是很稳定的下降 所以目前是表示说确实在 在这个除了确诊数已经脱离高原期之外 我们看到就是在收治的部分 目前也是有脱离这个收治高峰的一个状况 是全国接染 当然北部这边很早就已经脱离收治的高峰 那目前是中南部部分 也已经脱离这个收治的高峰期 专则ICU的部分 目前的收治数是743位 那也是这一个月来的最低点 那6区目前的ICU的这个收治人数也都是稳定的在下降 口服的抗病毒药目前的这个领用人数 大概是6000多份 那这个在周间大概都是6、7000份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专则病房跟隔离 不压隔离病房的空床率 目前全国是46% 那我们还会持续在针对6区目前受治数持续下降 再进行检讨 那关于这个急救责任医院以及我们的 应变医院 开设的专则病房跟隔离病房术 近日内会再做一下检讨 予以下修 以上报告 各位记者 理事先生 大家好 那我们先跟大家报告 大概7月1号我们例行性的每个月 到底相关的一些防疫措施 要不要有所改变 那我们7月1号起 我们是暂时先不改变 本来事实上是有在讨论 有一些相关的戴口罩的规定 是不是要稍微的放松 那不过经过大家的一个讨论之后 其实在前一段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我们在人流是大幅的往下降 几乎都到达了我们那时候 三级警戒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可是一两个礼拜来 大家可能就感觉到整个的气氛 大概都趋向于比较轻松 那各个的一个相关的 游乐的点 也比较有点在复苏的情况 那顾虑到这段时间 还有一些 每天还是有将近4万人 这种规矩 慢慢他应该是会往下来降 不过大家还是忍耐一下 就把这个口罩还是继续把它戴好 所以在 现在的一些相关的防疫措施 还是维持在原来的一个情形 先没有做改变 那也请大家一起来配合 这大概是我们的 非常重要的这一礼路 那另外 重要除了人流的这些相关的管制之外 其实防疫里面最重要还是 在这个打疫苗 在打疫苗 所以从7月1号起 我们原来在第二剂的追加剂 就和第四剂 就是我们的第一类的医师人员 65岁以上的长者 长照机构的住民 那18岁以上免疫不全 及免疫低下者 那这些是我们原来在我们的第二追加剂 可以适用的人员 那我们现在从7月1号起 扩大实施 机场港部居家检疫 航空机组员及机构与社福 照顾系统相关的工作人员 为第二剂 第二次追加剂的相关的接种对象 换句话说是在港部 在机场相关里面 在边境相关的人员 还有可以要要照顾到居家检疫 这些相关的人员 再加上社福照顾系统 所有的人都可以来打 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防线 能够做得更好 那明天上午我们有一批 本来今天要开记者会 因为本来是应该有 比较多批的不同的疫苗会到 但是有一些简单的一些文件的问题 那要再补充 所以明天早上大概6点 明天上午 有首批的Novavax的疫苗 50.4万剂 会抵达台湾 那我们是预计7月8日 谁要是也事先有做了一些相关的检验 所以希望把这相关的封签的作业能够 在一个礼拜内能够来完成 所以预计7月8日起来提供接种 那提供的对象是18岁以上的民众 那是一二季基础加强季 第一次第二次的追加季的接种 那每季的接种是 0.5毫升 那可以其他厂牌交地使用 所以大家再度看到了 阿丁部长熟悉的声音 那么阿丁部长在今天也公布了7月1号开始 依然维持现行的防疫措施 好 不过当然阿丁部长之前说 不会固定主持例行记者会 那么蒋万安也有话要说了 说什么呢 说那个单日死亡数还破百 阿丁部长是落跑部长吗 怎么为了选举离开工作岗位呢 但是刚刚大家也听到了这个指挥中心有说 目前这个确诊个案数已经稳定下降了 好包括专责病房的收治人数也在下降当中 那当然现在要让大家说 如果阿丁部长有更重要的任务 那就不用一直规定他一定要在指挥中心来开记者会 所以到底要不要来选台北市长呢 这公布的timing是什么时候呢 我们继续来请教预会姐 我先直接把答案告诉大家 我个人猜测 我觉得应该是在民进党的全代会 民进党全代会是什么时候会来进行呢 是在7月17号会来进行 所以时间应该就是在7月17号的一个前后 因为其实在昨天晚上选对会的开会 大概就决定了说 在彰化线的部分是推民进党要推黄秀芳 在嘉义市的部分要推李俊逸 这两个大概是这个礼拜所公布的人选 因为我们今天现场 我们还有这个刘兆豪委员也在现场 但刘兆豪委员他本身其实也是在台东线 也是非常热门的准备要来参选的人选 可是他并没有在这一波 所以我觉得如果兆豪委员在这一波都没有被提到的话 那所以这个阿中部长可能会跟赵豪委员 甚至会比赵豪委员更慢 所以7月17号应该是一个非常可能的一个日期 那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记者会上 其实呢我们刚看罗一军他所讲的那些的这个内容跟数字 其实就是过去大概八九百天 我们天天看到这个陈时中部长 他在这个记者会上告诉大家的 让大家其实对于我们的疫情 做了非常清楚的一个卫教 以及非常这个清楚的深入的一个了解 可是呢各位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 每一天的记者会啊 其实在记者提问的时候 如果有阿中部长在现场的时候 完全整个记者会全部歪楼 本来应该是谈卫教的 全部都会谈到政治啊 这个老师对这个下午两点的记者会啊 特别是我们刚刚看到说NovaVax已经进来了 这个是对18岁以上的可以打 那马上呢这个莫德纳可以打幼儿 我今天其实有看到李秉颖医生也坐在这边 所以李秉颖医生对于很多的爸爸妈妈一定是很关心 说小朋友打了到底会发生什么 什么样的一些的这个副作用 他们一定想知道 所以要让阿中部长在这个会议上不要歪楼 我觉得阿中部长下一个任务 可能应该是台北市长适合他 好是不是会在7月17号的 民进党全代会呢 大家也在拭目以待 不过当然呢 这个阿中部长可能要来选台北市长 蒋万安是蛮紧张的 最近有一些公事咯 我们要请教赵豪委员 因为包括刚刚说了 蒋万安就说 陈时中你不能走啊 你不能走啊 应该为了选举 不能为了选举离开工作岗位嘛 好另外就是黄珊 黄珊没有请辞 蒋万安也说 她不应该宪公务人员于不义 这感觉起来应该是蒋万安最近 比较激烈一点的言辞啦 为什么呢 是不是因为郝龙斌讲了这番话呢 好郝龙斌就说了 申兰呢 还是认为蒋 黄珊珊是蓝军 所以如果黄珊珊 可以拿到20%的选票 那大概就是民进党当选了 这感觉起来呢 以一个前台北市长的姿态 好像也没有很看好 蒋万安的选情吗 我觉得这档选举 当然到时候谁会胜出 要11月26号才会知道 不过基本的架构 现在几乎大家认为说 这是三足鼎立 就没有人会被弃保 就是说 当然最有弃保之间 效应的就是蒋万安跟黄珊珊 那如果我们是说 陈时中如果代表民进党 出来参选的话 他因为他没有这个弃保的问题 那同属蓝颖的黄珊珊 跟蒋万安是有弃保的问题 不过我觉得蒋万安的这样的 发言很奇怪啦 就是说 他一个 一个他的有可能的 一个跟他的竞争的对手 然后叫人家不能走 要不能出来 因为他如果继续 如果他 他意思说你不要出来跟我选 就陈时中啊 你就要继续主持那个会议 不能出来跟我选 但我想讲过 陈时中部长讲过非常多次了 他现在 只要他还在这个防疫指挥官的 这个位置 他就是把这个工作做好 但是他不排除 如果说他会代表出来参选 我觉得 我在这个节目上面讲过很多次 他讲的那个例子 就是上到月台上去 就搭火车这个例子 所以我觉得一个有能力的人 他把工作做好 然后获得很多的期待 期待他 比如说他把防疫工作 这个两年来做得很好 有成绩 而且特别是 他展现出来的那种领导者的风范 大家有期待 所以期待说 他能够来当台北市的市长 我觉得这是正面看待的一件事情 就如果没有人天生是出来 就是当台北市长 或当哪一个位置 一定是你在别的工作上 历练过之后 大家对你有期待 所以希望你来做另外一个位置 不然的话 谁会天生出来 就要当台北市长 没有这种人 所以我觉得蒋万安 他会讲这种言语 其实也显现出 他其实上 原本大家把台北市归类 他是比较蓝颖的 比较优势的地方 但是可以看出 他从他被推出来参选之后 他一直没有办法 对这个选举的主轴 或议题 有一个主导的这样的态势 所以他现在只能讲一些 比较自为莫解的一件 一些事情 我觉得当然 他讲这些 都是比较政治上的 比如说你要不要 要继续指挥 要不要继续担任工作 要不要辞什么等等 这当然都是政治上话题 可以被讨论 但是对选民来讲 他更期待就是说 那你总要告诉我说 你对台北市的愿景是什么 那个左心好像不见了 对你对台北市的愿景是什么 你彼此候选人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领导人的风格 特质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选民最主要的 最想要去看到的一件事情 那陈时中部长 我觉得他对最大的一个优势 我觉得就是最大的优势 在过去两年里面 两年多里面 他就不止防疫工作 他把他这个人展现在 几乎展现在 全部的展现在 台北市的选民前面 所以大家会认为说 这个展现出来 他政治上的EQ 带人处事 选民是有一定的评论的 我想这个评论也代表 就是说 虽然他也没有正式宣布参选 但是也支持度 其实都有一定的程度 我想这是一个 最大的一个原因 好 不过呢 郝龙斌他身为前台北市长 没有想到讲出的这一番话说 如果黄珊珊可以拿到 百分之二十的选票 那大概就是民进党当选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评论呢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身为前台北市长 郝龙斌怎么样来分析 这一回的市长选情呢 他就直指说 蒋万安的市政比不上黄珊珊 哇 这番话一出来 让大家吓了一大跳 这个郝龙斌是不小心吃了 诚实豆沙包吗 带您快来看 国民党台北市长 参选人蒋万安出席 露营活动 密集跟产业互动 想替自己拓展票源 因为目前确实有隐忧 连同党及前市长 郝龙斌都直言 只要黄珊珊得到两成选票 最后恐怕由民进党 拿下首都 他如果今天在跟黄珊珊在传透 第一个他市政上是 这个大家都知道 疫情上或市政上 他的变化的时候 他就很远远 其实是两蓝一绿 对于蒋万安来讲 其实很大的一个变数 就是黄珊珊拿多少 谢谢郝市长的提点 其实我们在很多市政议题上面 我和团队都有完整的蓝图 蒋万安一贯表情微笑 秀得出来就是不认输 只是黄珊珊手握行政资源 也有优势 甚至传出头一遭 私下举办感恩参会 邀请市长 所有局处首长 相关幕僚 以及发言人团队与会 黄珊珊除了跟大家致谢 也呼吁蓝绿阵营 攻势严峻 汉话同仁 钢盔带好往前冲 更预告自己下个会期 也就是7月中之后 还是会在岗位上 传出会待到8月底 甚至9月 城市博览会后再请辞 我们今天是体育行政 好吗 谢谢 黄珊珊现阶段 重新百事政 不愿多谈选举 最新民调 蒋万安拿下35.5% 黄珊珊28.8% 还没确定要选的城市中 则有两成五的支持度 蒋万安攻防 被各界点评 得加把劲 蓝绿白撒喀都 究竟谁会被气保 左右谁 成功入主赤府 三水流安静 驻居安心小组 台北报道 你听到这番话 你会惊呼说 好龙斌怎么这么老实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 好龙斌到底在节目里面 说了什么 我们要请教将军 他说如果黄珊珊 可以拿到20%的选票 那大概就是民进党当选了 他又说 讲完目前就是 35% 没有过四成 而且要守住 35%的选票 还包括了军公教 40岁50岁以上的蓝军支持者 绝对不能被黄珊珊挖走 也就是说这35% 还有可能被黄珊珊挖走 在这个前提之下 有保住 才可以来争取年轻选票 好 这个好龙斌还说什么呢 他说 蒋万安 你应该要打的是 柯文哲 陈时中 而不是黄珊珊 如果蒋万安 时中跟黄珊珊 较劲的话 就会被边缘化 那好龙斌讲错这番话 我也觉得时间点蛮巧合的 因为刚刚好 T台的民调才出来 黄珊珊就是拿到 24%的支持度 好相较说 如果能拿到20%的选票 那大概就是民进党当选了 请教将军 所以好龙斌现在是说 民进党会当选吗 我觉得好龙斌是 因为他当过台北市市长 而且选过两次 他很清楚 国民党在萨卡都的状况之下 要迎出这场选举 国民党得票数 一定要破50% 马英九先生 两次选台北市长 都破50% 好龙斌两次胜选 也都破50% 也是只要是萨卡都的状况之下 如果国民党没有突破 50%的魔咒 很难当选 那他现在看起来 连40%都突破不了 现在是民调 现在是民调 换成选票之后 还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可是如果你民调都只有35% 选票冲到50% 有点拼 所以好龙斌 可以显现出 好龙斌先生 前市长 他心中的那种紧张跟忧郁 那么其实 我讲 黄珊珊现在自主 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么高 24% 其实我是怀疑的 因为我台北市出生 我家人都在台北市 因为目前来讲 只有黄珊珊跟蒋冠安 表态说一定会选 这两个是一定会选 因为人家问黄珊珊说 那你会不会说 你就不选 他除非我生病或倒下去 那不就是一定要选了吗 对 所以说这两个 已经确定要选的人 那么你想想看 绿营的票会集中到 如果说是在民调的时候 绿营会贯给黄珊珊 还是贯给蒋冠安 那一定贯给蒋冠安 一定贯给黄珊珊 因为大家希望黄珊珊出来选 萨卡都比较热闹 才会选出最好的市长 可是蒋冠安就忧郁 会紧张 因为黄珊珊分到最多的票 我不敢说黄珊珊 没有分到绿的票 我相信也有一点 但是绝大多数是分到蓝的票 因为没有人把黄珊珊 当成敌人 所有蓝营都把她当朋友 除了现在这一次 因为在台北市里面 因为要跑选举 她只带民众党 不带国民党 也不带民进党 所以大家才会觉得 她很不公正 否则的话 在这个之前 没有人把她当敌人 所以黄珊珊会用这种方式 压着滑水慢慢前进 那滑水未来 能不能当选不知道 但是绝对会影响到 蒋冠安的当选 所以法罗民党会讲 你不要去打黄珊珊 因为你去打黄珊珊 会被蓝营的解读成什么 党内护打 其实蓝营的人 最讨厌就是你们党内护打 说你们都已经选不赢民进党了 还在往内护打 可是黄珊珊真的是往内吗 对 选民认为是 可能党的党工啊 党职啊 政治人物认为不是 可是选民认为是啊 黄珊珊就是蓝的啊 你们又在互打 你们两个不能好好谈一谈 对 就是不能谈了嘛 所以说 郝龙斌就是 就是这么诚实的一个人 说你不要去打黄珊珊啊 你的目标要去打陈时中 要去打柯文哲 要去打现任市长 要去打这个民进党的参选人 你不要去打黄珊珊 可是呢 对 郝龙斌想到一件事 你不打黄珊珊 黄珊珊不会打你吗 对不对 黄珊珊绝不手软的啊 黄珊珊是一个超过20年以上 有选举经验的人 而且她在台北地区 郝龙斌说她的市政 比这个蒋万安强 现在两个字 少了两个字 市政经验 她的市政经验比蒋万安强 蒋万安没有当过台北市议员嘛 也没有当过台北市的副市长 她的市政经验 怎么会比黄珊珊强呢 所以郝龙斌说 经验比她差 可是蒋万安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不一定没有经验的人 才会做不好啊 没有经验也有做得很好的啊 所以哪个总统做过总统 刚刚郝龙斌这番话 会不会有另外一个行外之音 可能就是气宝的感觉 因为包括柯文哲就跳出来说啦 好 柯文哲就大酸说 郝龙斌讲这番话 这个打选战要有志气一点啊 不要老是幻想人家会不会气宝 这是柯文哲跳出来帮黄珊珊讲 因为柯文哲是被气宝下当选的嘛 柯文哲第二次的选举 要不是气宝 他怎么会当选 所以柯文哲是常进了气宝的优势嘛 所以他很清楚 蒋万安如果要胜要赢 一定是要整合了黄珊珊的支持程度 而黄珊珊要赢的话 对不对 就要整合了蓝 那蓝到目前为止 从来没有气宝过啦 蓝赢 我认识的蓝赢 很难气宝她的选票 去投另外一个党 但是呢 黄珊珊的选票就比较容易松动了 所以柯文哲很清楚嘛 他当时第二次 2018年他怎么赢的 要不是姚文哲后续的那些气宝效应 柯文哲会赢才怪 做那么烂 对不对 会赢才怪 所以柯文哲是尝尽了气宝的优点 所以他把这些事情 就事先先抛出来 就告诉你 如果你讲完还想赢 你要跟我谈 你要跟民众党谈 你不跟我谈 你是赢不了 可是柯文哲又失算了一点 黄珊珊真的会受柯文哲的控制吗 现在是 等到他不当副市长 就不是啦 未来谁当了市长之后 谁才是真正的市长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 很多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 他布了很多的局 那黄珊珊现在是压着滑水 我有副市长的位置 我有资源 我有舞台 我就坐 我有现在可以带着民众党往前冲 一个人走 多人走 那多人走比较轻松嘛 多人走走得远嘛 一个人走走得快 可是走得不远嘛 所以黄珊珊非常清楚 那这段时间 郝龙斌点出的问题 虽然很难听 但是我希望这个蒋光安听进去 因为他讲的话真的不好听 但是很实用 好 但是郝龙斌说 跟蒋光安讲说 你不要打黄珊珊嘛 但重点是黄珊珊会来咬你哦 好 我们要请教司纲 因为最近呢 黄珊珊频频挖来营墙角 包括跟国民党籍的议员 陈勇德这个陈加班来参许 现场还有十几名 来营的里长也被挖走了 好 那大家就问说陈勇德 你是不是要支持黄珊珊呢 没有想到陈勇德意有所指的说 我理智上支持蒋光安 好 不晓得实际上是怎么样 好 对 那当然黄珊珊阵营呢 现在感觉起来咬这个 蒋光安的阵营蛮猛的 包括挖墙角 好 现在说呢 拉拢的重点包括了港湖区 大安文山区 中山大同区 现在都有人气蓝头白 所以就代表说蒋光安 自己的选区可能也都不保了 好 斯刚你怎么看蒋光安现在的情况 我现在看两个最近的民调 一个是一梯图队跟TVPS 两个民调 大概呈现出一样的趋势 就是黄珊珊里面的选票结构 蓝的成分越来越少 绿的成分加多了 为什么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绿营对于台北市场人选 忽而陈时中 忽而林嘉隆 就是没有一个投射的对象 再加上某一些政治人物 绿营政治人物 在过去的半年里面 不断吹捧黄珊珊 所以黄珊珊现在这个数字 我觉得是个bubble 是个泡泡 但刚好龙斌有讲说 大家还是把黄珊珊视为是蓝营的 我觉得我自己的看法 跟我自己接触蓝营的选 没有把黄珊珊视为蓝营的人 因为过去黄珊珊在选举 第一位选举的时候 都跟绿营合作过 然后这一次在很多的议题上面 过去在地方里长基层的保纳方面 其实跟绿营的互动也很多 所以其实你说蓝营对于黄珊珊来说 其实是过去式了 过去式了 也许黄珊珊的出身 过去清明党新党的出身 对他来说 好像跟蓝营选民有一点连结 但是他最近十年来的一个政治表现 基本上跟蓝营是渐行渐远 所以我不认为说 不是啊 那他怎么会去找这个国民党的里长呢 还去找这个国民党的立委们呢 这个很简单 因为他要陈友德 这些平常大概跟他交情够嘛 因为差不多20年的同事嘛 然后我同事之间帮个忙 然后这个找几个吃吃饭 财面上情义上礼貌上是做得到 但是真的在选举的时候 会不会真的去吹票 帮黄珊吹票 我觉得这是一个疑问的问题 那再来第二个 民进党大概七月中就会人选嘛 原本在黄山这边的民进党的资政 可能就会归位 不管是陈时中也好 或林家隆也罢 我认为这两个人都比四年前的 这个姚文志强 都比四年前姚文志强 不管在号召力选战的这个动能上面 所以他这个票会回去 那回到这个两端的对决 蓝绿对决的时候 原本在黄珊三这边 游移的蓝营的票也会回去 因为不管怎么样做民调起来 蒋湾还是比他高 所以我觉得未来走到这走向 还是蓝绿对决 而且这个桑卡都的选举里面 大概不会到50%选票 大概差不多45% 46%左右 领先的就当选了 所以对蒋湾来说 巩固自己的盘面 把自己的盘面要巩固到最大 他这两次的民调 大概都已经到了88左右 所以要把中间选票这部分 再把它拉进来 所以这个选到后来 我觉得还是基本上是蓝绿对决的几率比较高 那各况 黄珊三讲得没错 他说他在请大家吃饭 然后行政部的发行中事 请大家钢盔带好 距离往前冲 这些行政官员 公务员是为了市政冲 不应该是为了黄珊三冲 黄珊三冲 黄珊三行堂这些市政官员 这个政务官 是为了我黄珊三的选举冲 不是这样子 他是为了市民冲 那如果黄珊三这么想要当副市长 这么想要在这位置上继续辅佐柯文哲 那就继续走下去 那就不要辞职 继续辅佐柯文哲到底 那更何况 柯文哲在各项民调上面 基本上都是位居后座 动作是倒数过来 请问这样的团队 这样的副市长 难道不要被这样的成绩负点责任 他觉得他比讲话聪明 是啊 就躲在这边 就躲在这边 你看 远的看侯友宜 四年前参选的时候228辞职 最近一次新竹市长 副市长选举的时候 马上辞职 那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位置上 才能选举呢 好 不过呢 现在黄珊三 坚持不辞了 甚至还办了一个感恩餐会 到底内容是什么呢 稍后我们要连线给议员苗波亚 来为我们做解答 休息一下马上过来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三 坚持珊珊不辞 怎么样就是不辞 甚至还办了一个感恩餐会 好 那目前呢 这个议员苗波亚也在现场 我们要请教波亚 因为呢 黄珊三办了这个感恩餐会 他有三大诉求 好 他说呢 最近呢 蓝绿会针对 行政部中立发起攻势 那下个会期的情况会更加严峻 大家要把钢盔带好 继续往前冲 这番话是对谁讲的 要大家跟他一起钢盔带好呢 那黄珊三秘密办了一个感恩餐会 又是要感谢谁啊 这个其实我现在看到台北市政府 陷入一个危机是 有可能在未来沦为 台湾民众党的联合竞选总部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因为黄珊三她坐在副市长的这个位置上 那她有相当多的行政资源 其实刚刚大家前面来谈说 她迟不迟我没有太大意见 但是如果她拿行政资源去为她自己辅选 或者是母鸡来带小鸡 那我就很有意见 因为这会害我们台北市的公务员 陷入违反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的 很大一个危机里面 那现在黄珊三因为她是学法律的 所以她非常的聪明 她懂得去钻一些灰色地带 像6月12号去士林北投选区的这个市场 很明显就在一个灰色地带里面 也就是说黄珊三她邀请台北市的市场处 帮她安排这个行程 这个行程排了之后 我们市场处的公务员 说他们都没有外泄给别人 三间其口都说没有外泄给别人 但是无巧不巧 刚好当天就出现了黄敬寅和陈思宇这两只小鸡 紧紧的跟着这个母鸡黄珊珊 那事后市政府的解释呢 简直就是把大家当白痴啊 就是说因为当天早上 自智慧有在门口贴一张红纸 恭迎黄珊珊 所以这等于就是大家都知道了 那我今天看节目在场 也有一位士林北投的张思刚议员 我相信他一定非常唾弃这个答案的 因为怎么可能会有说摊商奔乡走告这些小鸡 却没有人去告诉任何一个已经选上高票当选的 现任议员说黄珊珊有这个行程 那黄珊珊他现在呢 为什么他完全都不怕 因为他很清楚 他是政务官 政务官是不受到行政中立法的限制的 唯一倒霉的只有这些可怜的公务员 所以他宴请这些局处首长的时候 我相信他认为这些局处首长也很清楚 局处首长如果是局长级以上 全部都是政务官啦 像是比如说我们的民政局长 这个能够安排很多走宫庙 走庙宇的行程 那在这个时候如果又无巧不巧 又贴红子 小鸡又跟上来了 那就完全是形成一个完美的竞选跟辅选的行程 黄珊珊他为什么一直要待在副市长这个位置 因为这些走市场走宫庙 有官方帮忙安排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真的是比其他的候选人还要便利许多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在今年的八月份 台北市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 叫做城市博览会 这个城市博览会 非常的调诡 因为他竟然是动用台北市民的二倍金 这个救命钱4900万 去举办一个柯文哲跟黄珊珊的毕业典礼 他不是遵循着正常的预算的编列程序 在前一年提出计划来请议会通过 而是在今年市政府用先斩后奏的方式 把市民的救命钱挪去办这个毕业典礼 那大家可以想象 在这个毕业典礼上 黄珊珊一定是焦点中的焦点 及万千宠爱于一生 所以这个这么好的位置 我相信他不会任意的来放弃 不过现在也面临到一个 我认为不管是蒋万安也好 或是国民党的市议员候选人也好 都要去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行政资源真的是太香了 所以有很多基层的地方上的人士 当然会去靠拢到黄珊珊 甚至在我观察到台北市议会里面 有一些国民党的议员 其实也跟黄珊珊相当的友好 所以这样这种利用行政资源 然后让这些公务员游走在违法边缘的事情 我相信还会在台北市持续好几个月 只要黄珊珊还在这个位置上 柯文哲还在这个位置上 大家就会看到像这个士林北投的事件 绝对还是会不断的重演 好 那也要请教阿苗 因为现在说黄珊珊可能辞职的时间点 是落在八月底左右 也就是八月二十七号 可能城市博览会登场的这个时候 那大家呢 我手上也有这个台北市政府 是否违反行政中立的书面报告 那昨天呢 每个议员都有拿到了嘛 那包括有议员就很生气啊 就觉得里面就是赖皮鬼嘛 甚至还把黄珊珊这个报告 丢进垃圾桶里面 好 那既然黄珊珊现在举办了这个感恩餐会 所以接下来是要感谢市府团队 礼拜六要陪他继续加班吗 他感谢这些市府的政务官 其实是帮他安排了很多舞台 那可怜的是我们的基层公务员 因为他们都会被以公务行程的名义 召唤到现场 然后就像以这个市场的行程为例好了 在场市场处很多官员都是公务员 他们陪着黄珊珊在那边 解答摊商的问题的时候 旁边的小鸡呢 在旁边敲边鼓 就会感觉好像这个政机呢 是做给旁边的小鸡一样 但是这些公务员 我讲坦白的 他们是敢怒不敢言 上个星期我们在议会里面 办了一个专案报告 黄珊珊拒绝出席 她派的这些公务员到现场来 当她的人肉盾牌 我们询问说这个行程是如何外泄出去的 这些公务员全部都一问三不知 讲来讲去就是不知道这个行程怎么出去 那包括黄珊珊市长市的那些 所有的助理 所有的主任 我们议会邀请她来 她也不来 一直到昨天议会的大会 终于黄珊珊现身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得到的是 议员识问黄珊珊虚答 当了20年的议员 确实在副市长任内呢 是很会来闪避议员的问题啦 其实问来问去 简单来讲就只有一句话 这些公务非公开的行程 为什么只有民众党的小鸡 有独家的内线 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答 也怪不得汪志斌议员会气到把报告丢到垃圾桶 因为他也是士林北投议员啊 他也是受害者之一啊 而且我在这边预言啊 未来这个情况会在台北市的12区 持续不断的上演 好 谢谢阿苗今天帮我们的解答 好 那我们刚刚呢 也要请教一下司刚 因为刚刚阿苗也有讲说 哎 一样是议员 我一定会很生气 为什么民众党的议员参选人知道 啊 我就不知道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 你看哦 这个是台北市市场处的摊犯科长张志明 在帮忙拍照 拍的人是谁呢 好 你看到还有穿竞选背心嘛 这个是民众党的议员参选人陈思雨 那你说如果这个是黄珊珊的行程的话 市政行程 但是黄珊珊没有在里头 这个市场处的行程 我觉得是会非常的荒谬 一般的公务员上班 你长官要视察这市场 OK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都可以去啊 那分为什么非非礼拜六礼拜天去了 人家费啊 然后这个公务员还因此要请假 要报加班费等等 那这些钱是谁付呢 是那两个候选人来付吗 还是黄珊珊付 更何况你这些行程的时候 如果是真的公务行程 你注意哦 有些公务行程他是会通知我们的哦 包括什么一些参目典礼啦 然后视察哪里啦 说可以通知我们哦 有时候都是周一到 基本上都周一到周五啦 很少说周六 基本上就是活动啦 什么嘉年华减格彩 那为什么这一次 市场处的行程没有通知我们 显然就是 因为他说是不公开行程嘛 哪有不公开行程 总在外面的这么多 哪有不公开行程 路人也会看得到啊 你就是要感觉说 你在周末的时候 带着市场处人 浩浩荡荡荡 进行自己的所谓的竞选行程嘛 那更何况你市场处行程 市场处准处没有通知我们 市里没有通知其他三个候选人呢 或者说两个新人之道呢 我不想在这种细节上面 去跟他们这些计较 但我觉得这个心态很可以 柯文哲这个过去八年 常常讲什么改变成真 我想改变成真一件都没啦 然后反而更加大肆利用行政资源 底下的人有样学样 当看到黄山山用这样行政人员 用公务员 用公家资源去进行 所谓的用公务夹带选举这种方式的时候 请问他底下的这些徒子徒孙候选人 会不会一通电话打给某某某 怎样你哪里有活动 可不可以私下告诉我 就是我不小心巧遇 奇怪 哪有那么巧 我怎么那么巧 我怎么都没巧遇他 所以这些话 你那天早上没有去市场买菜 对没有去福华市场买菜 我们在另外市场买菜 重点是你不要 所以这个报告 我这边看了你看我就直接丢掉 胡扯八道 一派胡言 把大家当小孩子再耍 如果柯文哲坐任这样下去的话 我认为他下次的2024 我觉得也不要再想了 也不要 然后民众党的所谓竞选总部 竞选总部 但是都在寄生台北市议会 所以大家想一想 过去八年 柯文哲讲的改变成真 一见都没 好 所以为什么这一份黄山山的报告 会被议员很生气的 直接丢进垃圾桶呢 报告里面有什么样离谱的地方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 我们来看看 我手上也有这个黄山山副市长 昨天给议员的报告书 这一份报告也就是让议员 非常非常生气 直接丢进垃圾桶 好 里面看到这样的书面报告 你就会觉得违反行政终于的事情 以后还是会在台北市府 继续来发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6月19号 这个是民众党的议员参选吴仪轩 那么跟着黄山山来到万华来视察 那你看到黄山山前脚走了之后呢 这个参选人呢 吴仪轩就开始来跟民众拌干净 那5月29号呢 也是黄山山快闪这个松山城皇庙 那旁边呢 是杨宝珍在现场 那包括比较离谱的就是这个 士林浮华市场了 黄山山现在说呢 是因为自治会呢 红色海报有贴出来 所以呢民众党的小鸡们才知道 那奇怪了 为什么其他人不知道呢 好 包括比较离谱的是 台北市市场处的摊贩科科长张志明 还在现场帮大家拍照 那刚刚看到这张照片呢 帮民众党小鸡拍照 黄山山没有在现场 你干嘛要帮议员参选人来拍照呢 好 包括很多的行程 黄敬营 陈思雨呢 都来到现场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份报告呢 比较离谱的地方 里面包括了说什么呢 好 这个里面说他认为这一场活动呢 是了解民情的性质 所以才没有发采访通告 但大家也纳闷了 没有做相关主题的规划 那如果你是真的考察 那你为什么不公开呢 好 我们要请教慧珍姐 因为比较离谱的是 那到底这些民进党小鸡 怎么样知道的嘛 不是你讲的 难道是自治会长讲的吗 好 我们又想到黄山山说 有可能哦 好 可能是自治会长讲的哦 那林领梦就反问说 自治会长怎么会只通知民众党的小鸡呢 黄山山说 其他的议员可能不想知道啊 那以后我们都会通知好了 自治会很早就知道了 应该是传开来的 可能是自治会 没有传给国民党的参选人 认为国民党参选人的议员 跟黄山山本人不熟 这样的说法会不会太掰了呢 所以议员你跟他们不熟 你跟自治会也不熟 你跟李章也不熟 你怎么跟大家都不熟 对 他们最熟 你看这样讲下去 这还要选吗 所以你知道这一招多狠你知道吗 自己假公济私 用政府的一个资源 变成是帮他们民众党再选 而且他自己本身还不是民众党 母鸡带小鸡 做到这个地步 刚思刚说 克文哲上来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件事情改变成真 错 有一件事情改变成真 他成功的把黄山山改变成 变成他这样这样的人了 敬朱者赐 敬末者 可以敬科者 即生 所以现在人家会觉得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刚刚你提到这些所有的行程 你知道有个什么特点吗 同样都有个特点 每一次行程都是礼拜天 每一个行程都是礼拜天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的这些公务人员变成是不能休假 要变成是帮你在选举的道具 这些公务人员必须要去报加班费 换句话说 国家的公仆变成是你民众党的家仆 政府的一个预算资源 变成补贴你民众党的一个竞选基金 那你还有脸说 什么我们这个是不知道 别人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不知道 你知道他多夸张 第一个他说他这个是非公开行程 第二个他说是由自治会招待 第三个说这是公开场域 这两个参选人在现场 我也不好意思把他弄走 第四个 那科长本来就是会帮忙大家拍照 帮忙大家 那个大家是包括民众党要选的小金人 我跟你说 搞不好从头到头盯着他 跟随行官一样 我们的一个政府科长 变成是一个还没有当选的 一个参选人的随行官 摄影随行官吗 那谁付他钱呢 是这个参选人自己付他钱吗 所以你